我出白雪羊 我出水冰羊 我出嫦娥羊 大家出的羊羊都是女生 那我出冰公主羊 消除成功 游戏继续下一个大宝 我出白羊羊 我出玉兔羊 我出白美羊 我出灰太羊 小雪 我们出的都是白色的羊 你的灰太羊是灰色的 不能跟我们消除 我的灰太羊虽然名字里有个灰色 可它的毛是白色的 和大宝的白羊羊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消除 灰太羊错误 不能消除 小雪可无分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是羊 它是一头狼 可恶 既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害我输掉一分 那我出白色羊 游戏继续下一个小贝 我出黑羊羊 我出狗罩羊 我出山石羊 我出江湿羊 我出圣诞羊 我出天仙宝宝羊 我出表忠羊 大家出的都是红色的羊 可是我没有红色的 只有一张唐僧羊 身上的袈裟和帽子是红色的 大家觉得能消除吗 觉得可以的 白色111 不可以的 白色222 不管了 我出唐僧羊 又到我先出啦 我要出个男典的 你出什么呢 那就出 是大名住吧 白兹叔的小朋友 一定对不下来 我出关羊羊 那我出西瓜羊 大宝 你的西瓜是水果 和我的关羽没有任何关系啊 不错啦 够一份 我可没有出错 熊妹 你的关羽是绿色 我的西瓜也是绿色 大宝竟然不玩套了 竹帕 既然如此 那就出五个羊吧 嘿嘿 我出了一个羊羊 你干我了 我要出西游羊了 除非你们解锁了所有羊皮肤 不然 你们是对不出来的 我出蜜蜂羊 不就是昆虫羊嘛 我也有 我出瓢虫羊 我还有更需要的呢 我出蜂蜂羊 我也有 我的这只羊 你们肯定都没有见过 我不信 你拿出来我们看看 我出蜗牛羊 蜗牛不是昆虫 小处失败 小雪扣一断 蜗牛不是昆虫吗 小精灵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才没有弄错 不信 你问问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就知道了 那好吧 游戏继续 下一个 小贝 那我也出一个西游羊 我出沙僧羊 那我就出他的二师兄 八戒羊 原来是西游羊 我也有 我出唐僧羊 食徒所人怎么能少了 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出悟空羊 消除失败 悟空错误 大宝 靠一断 小教练 我的悟空怎么可能错呢 因为你出的这个悟空 不是西游羊里的悟空 而是七龙珠里的悟空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不能消除了吧 好吧 原来是我弄错了 可是 我还没有解锁西游羊里的悟空羊啊 大家有悟空羊的皮肤吗 有的话 就在评论区口口咧咧咧咧告诉我吧 让我看看 有多少小伙伴 拥有悟空羊的皮肤 小贝姐姐快来 熊妹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贝姐姐你看看 熊妹的床上有有尾巴 肯定是尾巴的主人把熊妹抓走了 你们快拿着尾巴 去找熊妹吧 小燕子 这是你的尾巴吗 我知道 这条尾巴太大了 你们看 我的尾巴小小的尖尖的 就像一把剪刀 原来燕子的尾巴像剪刀 那这是谁的尾巴 小兔子 这是你的尾巴吗 哇哦 好漂亮的尾巴呀 可惜 这不是我的尾巴 什么 这也不是兔子的尾巴 小贝姐姐 你不知道吗 兔子的尾巴特别短儿 所以这肯定不是它的尾巴 小薰你说错了 我们只是习惯把尾巴捲起来 其实我们兔子的尾巴 有十厘米长呢 原来兔子不是短尾巴 我记住了 小兔子 谢谢你 小贝姐姐 我们继续找吧 松鼠 这是你的尾巴吗 不是的 这条尾巴太奇数了 你们看 我的尾巴猫上肉的 就像一把伞 还能在寒老的时候 当被子 原来松鼠的尾巴 这么厉害呀 本来 这也不是松鼠的尾巴了 那到底是谁的尾巴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是谁的尾巴呢 快点告诉我们吧 小雪 别着急 我们继续找 肯定能找到的 小蛇 这是你的尾巴吗 肯定不行 你没看见吗 我的尾巴长长的 是和小体留在一起的 而且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 带羽毛的尾巴 啊 看来又找错了 河马 这是你的尾巴吗 当然不是啦 这条尾巴太软了 我的尾巴是这样应用的 就像一条鞭子 我还可以用它 来去赶操应呢 原来河马的尾巴 这么灵巧呀 看来 这也不是你的尾巴了 难道我们找不出这条尾巴的主人了吗 那该怎么救出兄妹呀 哎 这条像这样子一样的尾巴 不是我们孔雀的吗 什么 这是你的尾巴 不是的 我的尾巴在这儿呢 但是 这确实是我们孔雀的尾巴 那你知道这是哪只孔雀的尾巴吗 这 我也不知道 帮不了你们了 小贝姐姐现在怎么办 看来 我们真的找不到小妹 也不知道 小妹现在怎么样了 小小贝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大宝 快帮帮我们吧 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刚才我还看见熊妹了 什么 这就是怎么回事 小贝姐姐 我们快去找熊妹吧 熊妹 你不是被孔雀抓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没有啊 我一直都在家呢 那我们来你家 怎么没看见你 哦 可能是因为我出去买零食了 原来是这样 可是 这条孔雀的尾巴怎么在你的床上 我们还以为 你被孔雀抓走了呢 其实这是我的被子 什么 被子 是啊 我觉得孔雀的尾巴很好看 于是结了很多孔雀的羽毛 做成了被子 晚上盖起来更多活了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小朋友们 你们还认识其他动物的尾巴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额 井盖 我踩 啊 啊 金山铁了 啊 啊 不好 小妹怎么掉下去了 小雪 千万不要踩井盖 可是熊妹掉下去了 我要去救她 我这就去找小精灵来救熊妹 你在这里看着 不要让其他人掉下去 好 就是这里 奇怪 这里没有井盖啊 怎么回事 井盖呢 小雪呢 怎么都不见了 别急 我用魔法查一查 精灵之力 奇怪 怎么没反应 小精灵 眼镜老师 你们是在找小雪吗 是 艾莎 你有看到小雪吗 看到了 我刚才已经把熊妹救出来了 小雪早就带着熊妹走了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艾莎 不客气 那我们先走吧 我还有好多需要忙 好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魔法屏比仪 你们谁都找不到这个井盖 小雪 你们别想出来了 我疼啊 小雪姐姐 你怎么也来了 小雪姐姐 你终于来了 大家怎么都在 我以为只有熊妹 小雪 你也踩到井盖了吗 没有 我是被艾莎传送下来的 眼镜老师这么寒不来 急死我了 传送魔法 你们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 这个艾莎实在是太可恶了 小雪姐姐 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眼镜老师已经去找小资名帮忙了 一会儿就到 当然够了 小雪姐姐 眼镜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我好饿 我想回家 我好饿 我好害怕 我想爸爸妈妈了 不知道他们在外面 有没有想我 好饿啊 妈妈现在应该已经做好饭 才等我了 好冷啊 我好想妈妈 大家别着急 眼镜老师一会儿就来救我们了 真的过去好久了 眼镜老师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不会的 可能是出了什么事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大家别担心 真的吗 我不想一直待在这里 你们还是太天真了 你们平时不听话 不好好学习 眼镜老师早就放弃你们了 所以才让我把你们关起来 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晚上说的是真的吗 老师真的放弃我们了吗 一定是 我平时脚皮倒的还不爱学习 他肯定放弃我了 早知道 平时努力一点了 现在好了 我们要永远待在这里了 不会的 我相信眼镜老师不会放弃我们的 大家再耐心等等 大家快看 那是什么 是一只大手 难道是有人来救我们了吗 是眼镜老师的手 他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我们出来了 是太阳 我们回来了 老师 我们以为你不要爱我们了 怎么会呢 你们都是我的学生 我不会放弃你们的 老师 是艾莎这么说的 这个艾莎 之前骗我说已经救出了熊妹 又在这里放了魔法平平仪 所以我才找不到你们 孩子们 你们受苦了 老师 我们爱你 我也爱你们呀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是把艾莎送到坏人管理局呢 还是把它关进小黑屋呢 叫作业 这是我的西红柿袜子 不错 小小的袜子是西红柿味的 这是我的香菜袜子 没问题 小背的袜子也合格了 这是我的桂花茉莉红柿袜子 兄妹真厉害 你的作业也合格了 老师 你们在干什么 不是要检查作业吗 为什么是检查袜子 大宝 你昨天又没有认真听讲吧 连作业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难道 袜子就是作业 没错啊 研究老师 我的袜子给你 大宝 可把你的袜子穿上 作业是叫香袜子 不是臭袜子 袜子怎么可能是香的 大宝的作业没完成 明天重新把作业交给我 我怎么能把臭袜子弄香啊 这个作业肯定完不成了 黑魔王 你能不能用魔法 把臭袜子变成香袜子啊 当然可以 想变成什么味道都香 那你快帮帮我吧 我想把袜子变成炸鸡味的 没问题 黑暗能量 给我力量 谢谢你 这下我可以交作业了 大宝 你的香袜子做好了吗 当然做好了 我的袜子一定是最香的 是很香 但是不合格 大宝的作业重做 为什么 你的臭袜子 是不是用魔法变成香袜子的 没错 不然还有什么办法 能把臭袜子变成香袜子 有办法的 你好好想想吧 萌萌 你知道怎么把臭袜子变成香袜子吗 那还不简单 你把臭袜子洗起 也不就变成香袜子了 这么简单能行吗 我试试看 不知道 这次的作业能不能合格 眼睛老师 这是我的作业 我的袜子洗完 还是不像熊妹他们的袜子那么香 这次的作业 又要不合格了吧 大宝的作业也合格了 啊 竟然合格了 可是我的袜子没有很香啊 你的袜子是自己亲手洗的 而且洗得很干净 有肥皂的香味 原来 肥皂的味道也算啊 那为什么小雪的袜子是西红柿味的 小妹的袜子是香菜味的 小妹的袜子还是桂花茉莉红茶味的 大宝哥哥真棒 这是意外 我家的洗衣粉 是桂花茉莉红茶味的 我家的肥皂是香菜味的 我家的洗衣液是西红柿味的 原因居然是这样 小朋友 你们晓到了吗 在袜子上有很多细菌 这些细菌会让我们的脚生病 小朋友们 一定要及时换起袜子哦 也别忘了 请洗脚 没错 袜子香不香不重要 正好的是 袜子干不干净 小朋友们喜欢什么味道的肥皂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的汉堡 我的公主群 我的袁琪琪 我的汉堡 都不见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那是我的汉堡 快还给我 我没拿你们的东西 词黄医 看是词黄 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 是吗 我是黑暗魔王 我早就说了不是我 哼 哎呀 今天得到了好多礼物啊 快看 我的公主群在艾莎那里 原来是艾莎 我们快追 艾莎 快把东西还给我们 我可没拿你们的东西 你们不要骗我好人 汉堡游戏机 公主群王冠都在处理 你还狡辩 这些都是小经理和希娜 送我的礼物呀 别胡说了艾莎 蹭黄医 快拆穿它 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 什么 不会吧 傻买 你的蹭黄医是不是坏了 不可能 严谨老师的蹭黄医 不会有问题的 看来是我们又问艾莎了 我早就说了 我没撒谎 对不起 小艾莎 我们走吧 去找小精灵 小精灵希娜 你们怎么了 帅帅把我们害成这样的 我的魔法最厉害 我的魔法最厉害 你们比试一下魔法 我就知道谁更厉害了 比就比 谁怕谁 为了公平起见 先把你们的魔法道具 交给我保管 没问题 这是我的精灵权兆 这是我的魔法球 这下有好戏看了 第一个任务 把童话文国的孩子们 最喜欢的东西拿到这里 简单 看我的 变 这是大宝最爱吃的汉堡 可是 拿走孩子们的东西真的好吗 别担心 会还给他们的 好吧 看我的 精灵之力 这是小水熊妹 最喜欢的玩玩和游戏期 看来 还是小精灵厉害一点 魔女之力 这是小被残下来的公主群 艾莎 你说我们谁更厉害 哪儿了吧你 全部都是我的了 艾莎 你竟然骗我们 黑白东西还回来 现在 你们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精灵前兆 魔法球 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都被艾莎骗了 都怪我没成长好生 这下怎么办呢 童话文国 还有谁有魔法呢 我听到小朋友们在召唤我 妈妈 我们快去找艾莎 把她的东西拿回来吧 我们走 小伙伴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喜欢的话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